《厚礼平儿时代》 四 作者侯文勇 尽管潘金莲曾经痛殴如意 漂亮地打赢了第一仗 但这才只是个开始 潘金莲很清楚 如意是不可能这么容易就心悦成福的 在西门庆回来之后 如意一定会利用枕边细语之际 展开他的绝地大反攻 潘金莲一点也不能松懈 于是在西门庆回家之后 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又开始酝酿起来了 11月24日 离家将近半个月的西门庆终于回到家了 所谓小别胜新婚 但如果像西门庆那样有五个老婆 每个老婆都觉得小别胜新婚 等着老公陪他们过夜的话 事情就比较麻烦了 我们来考察一下 西门庆从东京回来的前几天 到底都在哪里睡的 第一天睡吴岳娘房里 第二天睡潘金莲房里 第三天睡潘金莲房里 第四天睡潘金莲房里 这份过夜记录有点夸张 西门庆有五个老婆 但除去第一天外 接下来连续三天 他都在潘金莲那里过夜 西门庆离家将近半个月 回家第一天必须睡大老婆房间 这可以理解 但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就有点离谱了 套句金平美里的说法 潘金莲的这种行为叫蓝霸汉子 潘金莲为什么要蓝霸汉子呢 我不用多说 原因大家一定很清楚 问题是 潘金莲又不是新欢 他凭什么能够把西门庆蓝霸住呢 潘金莲的本事说穿了只有四个字 奇迹银巧 只要看看西门庆回到家之后 在潘金莲房里过夜 潘金莲使出的浑身解数就知道了 书中说 这妇人只要拴西门庆之心 又旷抛离了半月在家 酒旷幽怀 银情似火 得到身 恨不得钻入他腹中 将那话品弄了一夜 再不离口 西门庆要下床腻尿 妇人还不放 说道 我的亲亲 你有多少尿 腻在奴口里 替你咽了吧 省得冷呵呵的 热身子下去 冻着 倒直了多的 西门庆听了 越发欢喜无疑 叫道 乖乖 谁似你这般疼我 于是 真个腻在妇人口内 妇人用口接着 慢慢一口一口都咽了 西门庆问道 好吃不好吃 金莲道 略有些咸味 你有香茶 与我些鸭鸭 潘金莲先是口交 然后 真的是很恶心 大家都要知道 金庭梅里 女人的争宠 并不只是 轻轻我我的 儿女情长 或简单的感情争夺 更可怕的 她是赤裸裸的 歼灭战争 胜负的结果 所代表的 不但是尊严 她甚至是相关的 一群人的生存 绝对的竞争 导致绝对的 不择手段 特别是这样的 争宠战争 只要能投主子所好 为了在战争中获胜 没有什么手段 是潘金莲使不出来的 不止床子之间 极尽谄媚之能事 潘金莲还改进银托子 发明了新的银剧 白灵袋子 惹来西门庆的 好奇与兴趣 白灵袋子 基本上是银托子的改进 银托子 大抵是一个 置于阴晶根部的圈子 是防止阴晶里的血液 倒流 具有坚挺的作用 但金属制的银托子 容易导致性胶疼痛 因此 潘金莲帮西门庆 缝制了白灵袋子 后面有两条继带 绑到腰部后方 如此一来 不但可以增加舒适度 也可以在布里面 放进春药 从某个角度来说 潘金莲对付西门庆的方法 和妓女正爱乐 是一样的 他们看准了西门庆 好色爱尝心的心态 不断提高性爱的刺激层次 靠着这些招数 潘金莲像个吹敌人一样 让西门庆追随在后头 小孩似的 天天沉迷在那些奇迹银桥里 趁着西门庆 沉迷在温柔乡里 麻酥不可自拔时 潘金莲对如意发动了攻击 潘金莲先开始撒娇 说什么西门庆不在家 害他每天寂寞难耐 每天都想他等等 不知道西门庆 是不是也一样想他 书中说 西门庆道 怪油嘴 这一家虽是有他们 谁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 潘金莲道 爸吗 你还哄我呢 想着你和来往媳妇子 宋慧莲蜜条油也是的 把我来就不理了 落后李平儿生了孩子 见我如同乌眼鸡一般 如今又兴起如意贼歪辣鼓来了 他随问怎的 只是奶子 将放着他汉子 是个活人妻 也就是他老公还活着 如果你要了他 到明日又叫他老公 好在门手放羊辣辣 又放羊又食材的 意思是只得了便宜还卖乖 你为官为患 传出去好听 你看这贼淫妇 前日你去了 同春梅两个为一个棒锤 和我大嚷大闹 通不让我一句 西门庆安抚潘金莲 他随问怎的 只是个手下人 他哪里有七个头八个胆 敢顶撞你 你高高手他过去了 低低手他敢过不去 不但如此 西门庆还要潘金莲 你宽恕他 我叫他明日 与你磕头赔不是吧 本来西门庆这样说 也算是让步了 可是潘金莲听到西门庆 还帮如意说话 当然不满足 娇琛继续发作 潘金莲说 我也不要他赔不是 我也不许你到那屋里睡 西门庆还继续狡辩 我在那边睡 非为别的 音乐不过李大姐情 在那边守守灵 谁和他如意又思言思促 两人的攻防战继续进行下去 接下来是荒谬到了极点床戏描写 这头西门庆一边动作着 一边虚张声势的逞他的男性威风 问道 你怕我不怕 再敢管着 另一头 潘金莲虽然身体迎合西门庆的动作 嘴巴却寸土不让的说 怪奴才 不管着你好上天也 我晓得你也丢不开这淫妇 到明日 问了我 方许你那边去 他若问你要东西 须对我说 只不许你悄悄偷语他 若不依 我打听出来 看我嚷不嚷 在床上翻云覆雨的两个人 心中想的却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事 一个在乎的是自己的男性雄风 另一个在意的 却是他和其他女人的你死我活 潘金莲对西门庆的要求 问了我 方许你那边去 他若问你要东西 须对我说 只不许你悄悄偷语他 其实就是承认 潘金莲对如意的宗主权 就如同春梅之鱼西门庆一样 如果西门庆不管对如意做什么 给他什么 都得先和潘金莲打招呼 甚至得到潘金莲同意的话 如意只怕永远无法逃出 潘金莲的控制了 只顾忙着竭力山棚的连声响亮 一心追求快感的西门庆 当然不可能替如意考虑太多的 毕竟对西门庆来说 只要能够跟每一个女人睡觉 并且不惹出多余的麻烦 她们底子之间谁对谁错 谁又控制谁 根本不是西门庆在意的事情 于是就在西门庆与潘金莲的 吟声浪语之间 如意最重要的权益被牺牲了 这正是为什么潘金莲 必须不择手段霸蓝汉子的理由 换句话说 女人和女人之间的战争 就是时间的战争 也就是谁更快抢到男人 拥有男人更久的竞争 这个逻辑放回到当代的三角恋情 一样是说得通的 不难想象 如果反过来 换成如意先拦罢了西门庆 情况又完全不同了 稍晚 当如意终于有机会和西门庆 脸对脸亲嘴砸舌做一处 开始在西门庆枕边 发动对潘金莲的攻击时 局势已经无法扭转了 西门庆告诉如意说 他也告我来 你到明日替他赔个礼儿便了 他是嫩行货子 就是这样的角色 受不得人个甜枣就喜欢的 嘴头子虽厉害 倒也没什么心 西门庆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 那就是要如意去给潘金莲道个歉 一盘棋走到这儿 除了向潘金莲输成外 显然如意别无选择了 于是西门庆叫人拿钥匙 开李平儿的衣橱 找出了潘金莲在床子之间 开口要的雕属皮袄 让如意乘机送到潘金莲的房间来 对潘金莲示好 并且营造道歉的气氛 书中说 潘金莲问道 爹使你来 如意道 是爹叫我送来与娘穿 金莲道 也与了你些什么没有 如意道 爹赏了我两件绸卷衣裳年夏穿 叫我来与娘磕头 于是向前磕了四个头 潘金莲道 姐姐们这般却不好 你主子既爱你 常言船多不爱港 车多不爱路 拿好做恶人 你只不犯着我 我管你怎的 我这里还多个影呢 如意道 娘已是没了 虽是后边大娘承揽 娘在前面还是主 早晚望娘抬举 小媳妇敢欺心 哪里是夜落归根之处 妇人道 你这衣服少不得还对你大娘说声 如意道 小的前者也问大娘跑来 大娘说 等爹开始拿两件与你 潘金莲要如意拿了衣服后 对吴月娘说一声 意思很明白 那就是这笔账不能算到潘金莲头上 如意说是吴月娘同意的 表示衣服和潘金莲没有关系 这是潘金莲的精明 这件事情我们之后还会再提到 胜负局势已定 我们看到潘金莲改换了一张笑盈盈的脸 一副把如意当成自己人的嘴脸 完全是表象世界一套 底层世界又是另一套的作风 看着潘金莲的好言好语 我们心中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话 几年前西门庆刚开始和李平儿偷情的时候 同样的手法 我们也见潘金莲在李平儿身上用过 那时潘金莲在面对李贵姐的气焰时 靠着联合李平儿的势力不断茁壮 不管后来两个人如何气味相投 如何姐妹情深 等到李平儿生了小孩 气势眼看就要压过潘金莲时 一切又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歼灭战 这恐怕也正是那个好言好语 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地方 不管如意如何磕头装小 潘金莲如何体贴大方 这都只是这个权力的情势使然 一旦大结构发生变化 或者潘金莲无法再让对方完全屈服时 权力少不了还是要露出 他最赤裸裸的本质与面貌的 和李平儿那次相比 固然战争的规模小了很多 然而这次潘金莲软硬兼施的两面手法 应用显然比过去更加利落 也更加熟人了 我们很难想象时光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段 让那个当年听到独死五大的计策 还觉得心虚的女人 无声无息的像人性黑暗的深处沉沦 直到她变成一个更蛮横 世故 更冷静 更懂得说说笑笑的残酷恶魔 可悲的是 连沉沦都是会传染的 有了潘金莲的默许 或许还加上掩护 西门庆总算可以去如意那儿 搂着她过夜了 这当然可以视为潘金莲给如意的一个小恩惠 作为她屈服的回报 于是我们看到了 西门庆和如意搂着睡到五更鸡叫时方醒 如意又替她顺渣 西门庆告诉如意说 你五娘怎的替我渣 夏夜怕我害冷 连尿也不叫我下来腻 都替我咽了 如意道 这不打紧 等我也替爹吃了就是了 这西门庆 真个把包尿 都腻在老婆口内 这个情色的场面 给我们的不是兴奋 反而是一种沉重的 叫人喘不过气来的窒息感 人的堕落 还真无处不在啊 男人的欲望 女人的沉沦 反过来 女人的欲望 也是男人的沉沦 他们就这样 彼此牵扯 相互繁衍 直到 再也 停不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